最近这几天 新竹的风势都很大 一座位于建筑物顶楼的篮球场 篮球架耐不住强风 直接被吹上了一旁护栏 而当时在球场打球的年轻人 还追着球架跑了一段距离 但就是跟不上 而球架被吹走的画面 也引发网友热议 两名年轻人来到球场想要打球 只不过篮球架居然像脱缰码马 不断往旁边冲 年轻人在后头狂追 但是就是跟不上球架速度 我觉得有点危险 他会不会倒下来 是啊 应该要有一些固定的措施 球架狂奔了将近十秒 直到撞到一旁护栏才停了下来 两名年轻人似乎也觉得有趣 赶快拍照留念 事发在竹北一间运动用品店 顶楼的篮球场 近期北台湾受到封面影响 就连球场上的球架也不敌新竹强风 画面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直呼真是奇景 快来看活的篮球架 还有人说这只会变换方位 全自动滚轮的篮球架 都可以拍电影了 索性球架被吹走的当下 没有倒下压伤人 业者也承诺会再增加球架负重 只是来到球场打球 球架却在眼前飘走 这奇景也让两位年轻人留下深刻一下 记得徐志谦新竹报道